總結婚人婚姻在大天 義務替民眾檢查的辛苦有一個比例 對民眾的身體健康進行粗暴病故 不過所發現 很多民眾檢查出來的結果 都是喬過檔 我要做清楚的 很好 我要自己對市民自己的了解 要如何移行 運動 配合 大家有想要減重嗎 有 剛剛今天沒多久 所以會中一點 我會減重 利用這個機會 了解自己的身體狀況也好 來配合 調節 運動 營養書表示 這個才剛結束沒多久 很多民眾的過年期間 都大股大肉 所以現在體育都想過年 對身體健康也申請很多影響 雲林縣就是全國男生 男生18歲以上 肥胖比例雲林縣是佔全國第一 佔55% 等於說兩個男生就有一個肥胖的 兩男就有一個肥胖的 這個比例蠻高的 因為過完年 因為我們二月都是 節慶日子 都是吃吃喝喝的 尾牙 蔥尾牙過年 然後元宵節 再來是春酒 所以其實大家這個時候 囤積了不少脂肪 為了要幫助民眾控制體育 總結婚禮婚禮 就要在三月底開辦和尾牌 要讓民眾 用健康的方式來減輕體育 還減顧到身體健康 那三月份其實天氣慢慢暖和了 其實是減重的一個最佳時機 這時候減重的效果是會最好 所以我們現在 就是從三月三十一號起 有開辦民眾的減重班 就是每個禮拜六的早上 九點到十一點半 那我們連續有七週 那希望民眾多多來參加 就是大家一起來甩油這樣子 有需要人特兴起民眾 千萬不要使用不健康的方式來減肥 若不然會對身體 很極小的影響 兩十年 有兩ино